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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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ill continue to work closely with foreign law enforcement partners to protect our borders and bring drug smugglers to justice. Thank you. 準備要運輸30公斤的安菲他蜜 然後從美國要運輸到澳洲這裡 於是我們就專案小組緊急通報 HSI美國國土安全調查署來進行這個查控 然後就查到了這30公斤 家長於3D鏈印機裡面的安菲他蜜 然後同時呢 我們也在國內立刻的摘捕了這個主線 然後在進行追查之後 我們就另外在10月份的時候 掌握到這個萬一名共犯姓名的這個犯姓 然後期貨導案 就是說為什麼挑3D鏈印機來去夾上毒 其實在毒品運輸的這樣子的一個犯罪行為 然後他們往往會去找一些可以隱蔽到這個毒品 去被X光或是等等的查驗設備 檢測到的這樣子的一個菜底來去做這個外包裝 那有關於3D鏈印機呢 它其實是一個有相當空間容納一定量的這個一個機具 然後所以他們就後來在集團的討論呢 就選擇了3D鏈印機 來做為這一次的菜底 市長想問一下 因為這次好像是第一次你們到美猴去採樣毒品 那過程中是有怎樣的施保護術 然後也是另類的突破 這次呢是我們國內首次由執法單位到境外 去對這個毒品進行採樣 那這次我們除了透過就是我們在駐美的 美希特聯絡官去警察對警察接洽以外 另外我們也有在透過法務部的 國兩司這樣子的一個官方的更正式的系統 來進行這個司法互助 那也很成功的 我們兩邊都取得了這個認可 然後來對這個樣子的 查獲的毒品進行採樣 然後回來做檢測 那我還想問一下 為什麼特地不從美國去 要從安貝他命來處理 這個安貝他命它的運輸呢 這個詐騙 這個毒品毒品犯罪集團 他們是想要從中獲取這個差價 那從這個取得的貨源 它的價格比較低的地方 那運往這個價格比較高的地方 來去從中賺取這個差額 那以這個金額來說的話 據悉在美國這裡 它的一公斤的取得成本 是2500美金 那到了澳洲 它當地的這個價格呢 是會到八十倍這樣子的價場